不过呢 变调的恋曲却导致了这场台中线的婚外 这个外籍的情侣凶杀案了 有一名太劳呢 他很不满意 越南籍的女朋友移情别恋 结果呢 喝醉酒跑到女方的租屋的地方要去闹事 他是要去找情敌的 结果呢 情敌知道以后先躲了起来 但是呢 这个女方啊 也是这个女朋友要出来劝架 去活活的二十几刀被刺死 那么甚至于这个死者的五岁女儿呢 他都亲眼目睹了慌张的下楼去划牛命 不过呢 这个凶嫌行凶啊 看到他一把水果刀都被刺到扭曲变形了 也可以知道他当初有多么的生气 力道多大 手段有多凶残 那个女孩很惊人啊 就跟那个女孩说 拜托拜托祝我妈妈祝我妈妈呢 越南籍女子遇刺身亡 五岁女儿急忙跑下楼呼救 命案的现场就在住家隔壁 让邻居觉得太恐怖了 在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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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那儿 对面这间巫头的巫头的巫头 你老天啊 练到来 出家说什么 小孩子说什么 说什么你不要哭 还要保护你 案发现场二楼铁门还有警方拉起了封锁线 因为六号晚间八点多 一名太极男子酒醉闹事 住在这里的越南籍女友被活活用刀刺死 行凶的过程太激烈 一百二十几公分的胸刀都被刺到扭曲变形 凶险他行凶的一个部位 大部分是在女子的胸部以上 那初步了解大概有将近二十刀左右 太极男子为了女友移情别恋 持刀行凶 还把一旁的台极男友也刺伤 远景获报要逮人 嫌犯整个人喝得烂醉 九侧值高达1.31 却说远景抓错人 他是准备跟他结婚 那事实上可能是他凶前他自己的一个一个半想 一段在台湾的异国恋情 原本嫌犯和死者月底就要回国结婚 却因为死者一个多月前令结心欢 嫌犯气不过 在挽不回感情的状况下痛下杀手 昨天请我孟真张军栋台中采访报道